OK 大家好 我是Ryo 久違的風之谷M又來了 那今天呢 是因為有一位朋友 希望我來幫他點這個相當大量的死靈 總共12顆 而且呢 他連這個增加機率的卷軸都已經準備好了 然後 我得跟各位說 他的裝備真的是非常的誇張啊 全身都是死靈裝啊 包括死靈武啊 死靈帽 死靈手 死靈鞋 甚至是這個死靈肩膀 死靈披風和死靈腰帶 通通都有 好不好 如果有認識這位玩家的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裡有我自己的風M呢 還有在玩 OK 所以可以不用問我說什麼要不要賣帳號 因為我目前的話呢 都有在玩 只不過呢 我都在掛核心而已 目前的話 我那一隻好像204等 有點忘記了 那他這一位的話呢 是215等 OK 那我們今天呢 雖然他已經有了這把死靈的短杖啊 但我們還是要來再放他 把這一把短杖 製作成死靈 而且我剛剛發現一件事情 他居然會有紅副武啊 我的天啊 我剛剛才發現 他紅副武沒用上去啊 那我跟各位說一下沒有玩過風M的沒關係 紅副武的價格呢 比輪迴杯死還貴好不好 聽到這個你們大概就知道這把有多貴了 好啦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來幫這位朋友製作死靈啊 來囉 我來到了這個糖果旁邊啦 希望他呢 能夠把我自己帳號 近期啦 大概又失敗了二十幾次吧 然後我是希望說呢 能夠把我沒有過的 當做墊背好不好 幫這位朋友製作出他的第二把死靈武器 來囉 那我們就12顆 那我們就先直接來個2%啦好不好 確認2% 然後4%再加上2% 所以是6% 聽起來好像加了很多 實際上呢 還是非常的低 所以我那一隻才會到現在 連一件死靈裝都沒有 拜託了 讓他過好嗎 我自己已經不知道幾十次沒過 而且我也幫了不少朋友衝了 通通沒有飯吃過 我非常希望能夠看到一次轉換成功的畫面 來吧 跑馬燈 我希望你出現 來囉 各位 我們的第一次死靈轉換 3 2 1 第一次就過 沒事 我們還有11顆 那他應該有準備 這個扣除卷吧 喔唷唷唷 哇這個扣除卷16張 也太多了吧 來 直接扣除 好險這個扣除卷是100%過啊 不然的話 可能要花不少錢 等一下我們換1%好了 我覺得這個2%跟1% 其實應該沒什麼差 就差那1%我就問你們會不會有感覺 拜託啊糖果 給我過一次就好 5%的機率各位 死靈製作 究竟第2把的死靈短杖會不會誕生呢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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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顆就過了 而且呢 還是用1%卷 那剛剛跟他的朋友說呢 他說啊 他還有防具的結晶 所以讓我們來去幫他點他的套服 雖然說套服呢 是比較沒有這麼的值錢的 而且基本上會穿到的不多啦 不過他說好玩就好 所以叫我去幫他點套服 OK 那我們這個 相當相當具有價值的一個畫面 這個 天啊 這個是歷史性的一刻 為我方便刻下了一個大大的里程碑啊 好 我們把它確定下去 剛剛看到那個跑馬針真的是 真的只有爽能夠形容 好 那接下來呢 各位 他說要來點這一件套服 那我們就一樣齁 先來個2% 如果這件再過的話 我想讓這位朋友幫我刻個幾單 應該不為過吧 來 我們跟大家說一下齁 拜託文彈星再讓我過一件死靈 好 選擇的製作方法 死靈轉換製作 來囉 各位 我數到3 你們即將看到第二次 跑馬針的出現一支影片 連續過兩件死靈 你們有沒有看過 1 2 3 謝謝哥 6%不會過 你們沒有試過用5% 好不好 第二次就過 好像沒有天天過年耶 剛剛5%都過了 再來一次好不好 拜託讓我連過兩件 讓我臭屁一輩子 再過一件合情合理啊 來吧 數到1 3 2 1 跑馬針出現吧 來去扣除吧 雖然有一把武器 我已經非常滿足了 但我希望呢 能夠再來第二件 那我會更滿足 6%的機率 究竟李歐能不能夠完成 你今天講好幾次了 不管了我們直接來好不好 都不數了 直接GOGO 真的很難 真的有點難 這個機率不是開玩笑的地耶 不就是一件套服有這麼難嗎 對不對 什麼話都不說好不好 廢話不用多說了 直接按 謝謝哥 還有一顆 各位我們還有一顆的機會 我覺得我在短帳 建立起來的自信心啊 已經逐漸的被這一件套服給摧毀了 來囉 今天的最後一顆 能不能夠海底撈月呢 各位 風M的海底撈月 我相信各位還沒有看過吧 還沒有看過李歐我表演吧 沒關係 今天的影片呢 先表演一次死靈製作成功 再表演一次 海底撈月的死靈製作成功 來 製作5%的機率 換作是別人 那肯定是非常難過 但換作是李歐我本人 那肯定是 輕輕鬆鬆的 我數到3 1 2 3 海底撈月 謝謝 可憐啊 好為什麼已經晚了 我們還要扣除呢 因為他剛剛說我們的幸運製作卷還有 所以呢 決定把這個給開一開 七顆全開 那開完之後呢 我們再做成結晶 把它兩張一趴卷用一用 OK 來囉 直接確認 多一點 多一點 定好的 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來 我們不囉嗦 直接走起 拜託 5%的機率 已經失敗幾次了 6次了 好不好 再加這兩顆 就是8次了 雖然說剛剛的法杖呢 我們只花了兩次就過 但這個套服如果能夠花8次過 我也能接受的好嗎 不數了好不好 我就直接按了 究竟能不能看到第二次的跑馬分呢 拜託 拜託拜託拜託 天啊 太難了吧 我覺得這才是我認識的死靈製作啊 剛剛那個法杖感覺只是個意外啊 剩下最後一個了 各位 真的是最後了好不好 真的沒有了 結晶都用完了 雖然這不是我的裝備 但我相信呢 就是因為它不是我的裝備 才更有可能過 各位 跟我一起數到5好不好 我們數到5把今天的最後一顆結晶給按掉 如果沒有過的話 我也沒著啦 但我希望它過 1 2 3 4 5 封恩 給它過 8次啊 一次都沒有過 當然我覺得合情合理啦 好不好 以我玩到現在這個機率我覺得很正常 但這把法杖我覺得單純就是運氣比較好一點 那再次感謝各位朋友讓我來點這一次的死靈 然後呢 終於 終於是有一支影片能夠給各位看啦 終於證明 封恩 我也不飛好嗎 我也是很歐洲的 那至少啦 這樣子我點自己的都沒過也算是值得了嘛 至少墊了 墊了不知道幾十顆去了也算是值得了 好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回家錄啊 就記得幫我追蹤一下 那之後如果我有抽東西 或者是我繼續點死靈的話呢 我再自己錄好不好 好 那我是Liu 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 掰掰